小巨蛋安置中心裡 一張張扶會床並列 但這一處與眾不同 來設置了一個客服 陪伴月土中心 因為這些受災的這些家屬 他們可能有工作 他們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孩子在這裡的話 怎麼讓他有一個陪伴 那這是我們的重點 在玩具和繪本的吸引下 小朋友黏著哥哥姐姐 聊天 說話 玩耍 幾天來對地震的恐懼 得到了轉移 自己很多家人朋友 都是軍警小 然後就覺得 他們就是都在努力 然後我們也 如果有可以做的地方 我們就盡量幫忙 他們是慈激教育之夜體的學生 在細微之處 看見相親的需要 我覺得他們現在最需要 就是陪伴 然後知道是有人 陪著他經歷這些災難的 然後他的心理 會比較貧富一點 今天來到現場的這些學生 都是自願自動自發來採用 那我覺得我們教育最重要的 就是這樣子 能夠看到孩子成長 看到大家願意付出 這是我們最珍貴的核心價值 年輕人的動員力 不具任何工作 火車月台上 準備便當的廚房裡 都能看見他們付出的身影 我們其實球隊平常就有 在做一些公益服務 然後這次 因為又是為了自己的家鄉 在服務 所以其實大家都 沒有任何的疑慮 就馬上就參與這個活動 你剛剛洗了多好碗 沒有數 很多 有能力就來一起幫忙